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 早上的10点51分 涨130点 今天最高涨203点 再破一次历史新高 18,018点 可是今天卖压很重 你不要看今天涨 今天卖压是很重的 今天这个盘是很高杆很厉害的盘 我解释给大家听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股市的部分 今天这个行情你也看不到 你也没想看 你就去收你很累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小涨0.3% 纳斯达克涨0.2% 非诚报体涨1.2% 1.2%对指数来说是不错 可是 非诚报体 因为成分加速太少 只要有几家 涨个1%2% 对指数就会有牵动的效果 所以非诚报体 也不能讲参考价值不大 因为它涨那种1%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 那反而上市加速比较多 在纳斯达克的部分 所以它的波动就比较 不会那么剧烈 好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澳洲0.3% 南韩0.7% 你看南韩虽然涨上来 可是两根黑棒 还是没有吃掉 日本 原本是破挑战今年的低点 那这两天强力的反弹上来 反弹力道还蛮强的 可是这是破敌的反弹 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破敌反弹 连续第三天 连续第三天 来年线一定会强力反弹的 可是距离这个跌幅 其实还差蛮远的 那台北股市今天是走高 再创一次高点 再创一次高点的时候 昨天外资买了151亿 昨天融资又增加了 将近60亿 现在投资人是完全没有借薪 因为融资一直在增加 融资一直在增加 散户是完全没有借薪 这种完全没有借薪的情况 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资金的比重上面 有很大的改变 今天电子股很难得 好久没看到了 成交比重55.3% 不但是站稳40% 还回到50% 已经来到55%了 那电子股资金一回流之后 行业股降到剩25% 钢铁股也降到剩5% 所以今天的行情叫什么 你看今天行情 资金回流在拉什么 联电 台积电 旺宏 华邦店 世界先进 对 世界先进 再拉这些大型的IC 制造全资股 因为拉这些股票 指数很快就拉高嘛 对不对 那一般投资人来说 想法很单纯的 指数只要涨 他就不会想要卖股票 所以今天是故意资金回流 拉台积电 联电 旺宏 世界先进 包含日月光 这些IC股占大盘全资重的 把指数给撑高的同时 掩护一直在卖传统产业 甚至于在卖一些涨高的个股 所以今天这次叫掩护出货盘 拉大型的IC股掩护 守住指数 然后掩护来卖 这些传统产业 尤其航域 你看今天航股 跌很重啊 跌很重啊 除了东升 我跟大家讲过 东升是公司派在嘎空头的 所以东升被影响 比较不会那么大 那其他航股今天跌的就很重了 对 你看今天 一行已经快跌停了 自信跟中行 中贵也快跌停了 那长龙 阳明 长龙跌幅已经到5.7% 那今天钢铁股也很弱 今天整个钢铁股是整个崩溃的 所以今天这种手法是很高干的手法 用台积电联电 这些大型IC全职股 把指数给撑住 然后掩护去卖这些传统产业 钢铁航运还有一些涨高的电子股 传统产业甚至于涨高的电子股 所以这个叫掩护出货盘 向中掩护出货盘 大盘的攻击不见得能够走得远 因为可能有些人会想到说 资金回流电子股 有利多头在续延 对不对 你们可能会这样想嘛 可是你想 指数在18000 如果电子股要接棒 电子股族群太庞大了 电子股要接棒 你指数要有很大的空间 他才接得了手嘛 对不对 那试问现在在指数已经到18000 指数还能够有大的空间 让电子股接手嘛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去拉抬电子股 就会变成故意拉电子全职股 撑住指数 来掩护这些传统产业出货 若者今天这个盘是很高端的手法 你如果看不懂的话 那很麻烦 航运钢铁在沙盘 你舍不得卖 然后到最后 你又去追那些强势的股票 然后连环套 那都好 所以今天这个行情 你要很小心面对 下半场的卖压 恐怕会来得更重 因为你传统产业 等它卖完之后 加权指数 目前背离也来到第五度的 分线第五度的背离了 我们来看一下MACD的部分 MACD有没有 一度背离 两度背离 三度背离 四度背离 现在已经到第五度的背离了 然后指数是跌了又创高 跌了又创高 跌了又创高 然后指数已经做到第五度的分线背离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现象你要很小心才行 除非底部的股票 涨高的股票尽量都不要去碰 都很危险 那钢铁跟航运 该说的我都说了 听得下去听不下去 那就看你个人 你看我从航股 我跟大家讲完之后 不管是美国政府要打压 或者景气循环 我之前也给大家看过 景气循环26 18到16周 18到16个月 这个景气循环的图形 我都给大家看过了 听得进去听不进去 又看你个人 听得进去 我相信对你就有帮助 那如果听不进去 那该提醒你的 我都已经提醒了 有没有 固定的16个月到18个月 我这张图表时间 是在7月30 6月30号 你看6月30号 我讲完之后 航股几乎就在最高点 你看星星 我讲完之后 隔天拉个高 就一路开始跌下来了 那2606 玉明 我讲完之后 开始一楼台 2612 中航 我讲完之后 是不是一路就跌了 我讲正好是在最高点那一天 那长龙这波跌下来 其实也蛮多的 汇洋 这个跌下来也蛮多的 都蛮可怕的 这一回挡都25%以上到30% 那钢铁股今天跌幅也很重 钢铁股我该说我也都说了 美国政府不可能用高价格 来做基础监设 听得进去你就听得进去啦 听不进去 那你就当成我在放屁吧 那反正输赢你自己要承担 危险该避开你是要小心 好今天金融股的部分也有 稳住指数的一个效果 但重点还是在富邦跟国泰金 今天富邦金又涨了一块钱 昨天外资也开始加码买进 那国泰金昨天外资也买蛮多的 买了一万六千多张 这价钱都太烧啦 价钱都太便宜 今年美股获利都有赚一个股本的机会 本来比如说五倍六倍而已 所以反而指数在高档区 这种安全性的选择 反而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那企业又不好去堆啊 这些行情很明显 都在拉那些全资性的股票 还是要没企业的 然后涨高都开始被一路卖出 今天华通拉涨停 对 都是补涨型的股票 对 那涨高的 我们来看涨高的 今天我也一直在注意 连巴克跟连勇 这两只股票以目前来看 其实都还不成气候 我一直在盯这两只股票啊 就在等它好的机会点 我也想买 可是机会没来 你急没有用 你看今天故意拉台积电 拉联电 今天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 联电是一定要注意的啦 为什么说联电一定要注意 因为外资昨天买超第一名 就是联电 五万三千多张 加上连续 两个月一收创历史新高 那指数平台 已经守很久了 首先电子股如果要接棒 那联电无论如何是一定要动 你不可能说外资昨天大买的股票 他不去拉台 那让他去拉什么电子股 对不对 所以如果电子股要接棒 电子股要转强 联电这样个股是一定要动的 但今天滑邦店感觉上比较强 因为滑邦店它的股本比较小 那联电股本比较大嘛 可是联电的一个参考价值是比滑邦店高的 昨天外资是卖滑邦店3833张 滑邦店比较有公司派坐驾的味道 因为今天滑姓丽华集团的个股 有蛮多档表现都还不错 包含滑邦店 滑通 滑东 5469汉语博德 甚至于 新唐 甚至于新唐 金星 这个就是华兴丽华集团的个股 所以今天华兴丽华集团的股票 今天华兴科有表现 所以这是属于公司派 拉台的手法 金城科 也是华兴丽华集团的个股 所以今天华兴丽华集团的股票 拉台也是很明显 所以今天用拉台这些 高全值的股票在掩护传统产业的出货 这种手段很高明啊 你一定要小心注意 所以这种拉台方式 如果它只是在掩护出货的话 那很多个股 你不要去乱追高 你不要去乱乱堆 今天南地跟深丰 也掉了下来 所以上礼拜 我们深丰285块钱先退 南地 135块钱先退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一股的医药还会再压 一个月后才会再涨 所以耐心等一个月后 买点出现 我们再来 行情本来就是一波一波的 当它供给坡时间结束之后 那你就不要再去挤了 等下一波 新的供给再发起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来安排就好 目前大盘涨156点 航运跟钢铁还持续在下跌 卖压持续在出来 我们继续来看电子股的部分 所以我说今天 联电是最重要的一支股票 外资昨天买超第一名 又连续两个元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电子股要点下 这支股票一定是第一档被点火的 那联电有没有机会冲出去 今天台积电冲出去了 台积电冲出去是应该的啦 为什么说应该 你如果注意到美国部分的ADR 我们来看 联电的台积电ADR 台积电ADR很明显 已经在昨天已经冲 这是台积电ADR嘛 在昨天已经很明显 已经冲出去了嘛 对 已经冲出去了嘛 那台积电本身 还没有冲出去嘛 昨天的收盘价还没有冲出去嘛 所以今天台积电跟着ADR冲出去 也是应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联电的ADR 联电ADR 昨天也是开始在酝酿当中 所以今天联电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股 目前联电已经55块钱 已经涨了3.3% 今天下半场会不会再涨 联电跟台积电是很关键的股票 要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其他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台达电也起来了 这都是我说的关键型的股票 都是关键型的股票 所以今天资金回流 电子股目前占55% 可是你要记得 这里电子股要接棒 可能性是不高的 因为指数空间不够他们用 反而会沦为用拉台IC股 大型全子股 来掩护传产出货的动作 所以你看涨高的个股 你看宣德前几天很强对不对 今天大型股一起来之后 马上就杀盘了 那你正常的投资人 看到指数在涨 个股在跌 你不会想要卖 是不是 那当你不会想要卖 那法人就可以很顺利的卖了 如果投资人很有警觉性 因为行情如果指数是跌的 投资人会有警觉性 所以投资人就比较会 跟主力去抢着卖股票 所以主力去拉全子股 让指数涨 让你不想卖股票的时候 再去杀股票 这样你就不会跟大家争啊 他要卖就可以很顺利的卖出去了 所以我说这种手段是很高明的手段 所以涨高都不要去追了 你要买的话就等底部的股票 耐心的等来布局 那行情开始要进入半年报的一个规划 所以你要去从半年报里面 因为营收都发布完了 半年报大致上 你如果会推估的话 应该都可以推估的八九成了 那找那种半年报业绩很好的 那股价在低档的 趁下来下去买 可能一时半刻 你买的股票不会马上涨 可是它就会成为 下一波大涨的焦点 就像星象华硕 这个都一样的情况 华硕今年每股获利物股 不止五十块 最少五十五十六十 最少五十至六十 最终股票现在不动也很好啊 如果蹲低一点 让大家有减更便宜的时候 那不是很好吗 减得越便宜 你就能够赚越多钱嘛 对不对 今天塑胶股也蛮弱的 可是塑胶股里面有一档 你要特别注意的 台达化 为什么做台达化你要注意 因为其他塑胶原料 中间塑胶原料的报价是跌的 可是唯独 唯独丁二锡报价是大涨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丁二锡的报价 丁二锡的报价昨天大涨了14.3% 你知道连续连续六个交易日以来 丁二锡的报价已经大涨30%了 六个交易日报价大涨30% 我把它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这样看得到吗 你看昨天7月12号大涨14.3% 7月8号又大涨8.5% 那连续六个交易日下来 丁二锡的报价已经大涨30%了 那丁二锡的报价大涨30% 对于台达化来说 这是最大的一个 获利带动效果 台达化的产品就是丁二锡丙锡金 这些ABS 所以对于它的获利带动是有正面的 所以台达化这档个股要注意哦 目前塑化原料涨幅最凶的就是丁二锡 那至于台锯亚锯 聚律与锡 不管高密度或低密度的 最近跌的都蛮多的 SM跌的也蛮多的 所以其他塑化原料不要乱碰 台达化要注意 所以你看其他塑化原料跌的也不少 反而台达化是撑住的 因为丁二锡最近在飙涨 一天起14% 六天六天涨了30% 所以台达化可以特别注意 台达化今年业绩很强 光是上半年的获利 每股获利应该有三块钱以上的条件 很强的一个获利 第一季就已经一点事了 第二季获利又比第一季更好 所以上半年应该会有三块钱的一个获利 所以塑胶股的部分你就特别注意些 所以台达化 今天阳迷光 昨天拉尾盘几涨 今天一开盘马上打跌停 了几天的攻息 你看赔钱赔的那么夸张 连续六七 连续七七的亏损 股价还敢拉到九十几块一百块 你看拉一天而已 那一天而已 今天大盘还在抢 他已经率先打跌停了 所以这种业绩很烂 开始进入超级财报的时候 那种业绩很烂的股票 一定要小心才行 你看存安也是 跌停板了 存安六月份的营收 也是大幅衰退37%的个股 所以这种业绩很烂 接下来半年报发布出来 可能会有大影响的 我就讲过嘛 业绩烂一定留在头前 业绩烂一定拉前面 那你如果跳进去 人家倒货给你就完蛋了 那业绩好的 他无后顾之忧 也可以后面 财报抓到慢慢的去 所以最近在财报效应的时候 选股上很重要 你一定要小心谨慎才行 一定要找那个底部的 一定要找底部 业绩又有机会创新高的 逢低来做布局的动作 才会有 赚到下一波行情的机会 这里选股难度 技巧很重要啦 那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来找安全型 有机会补党的个股给你 我们一起来赚钱 我们的负赚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